今天是高雄轻轨开始收费之后的第一个周末 前往搭乘的游客不少 但许多持悠悠卡的人 因不知悠悠卡不能在轻轨使用 刷了又刷人无法扣款 很不好意思的无付费搭乘 上车前持悠悠卡不能在轻轨使用的游客 先到购票机购票 可是购票机不能使用纸钞 许多人在批包口袋翻找零钱 高雄捷运公司表示 交通部将在下个月底前协调悠悠卡的问题 高市捷运局说 购票机的问题会并同二阶段工程一起改进 要刷卡了 青鬼梦时代站上来三名相约出游的妇女 她们一上车就拿出电子票卡到刷卡机上刷 可是刷卡机一直出现刷卡不成功的响声 三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以为刷卡机当掉了 走到另一节车厢刷 结果一样 金旁人提醒 三人才知道刚是用悠悠卡 青鬼刷卡机 目前无法刷悠悠卡付费 怎么办 下一站下车买票吗 三人互相看了看 找座位坐下来 下一站没有下车 就那样默默坐到终点站 拿悠悠卡猛刷但无法被扣款的乘客 不止这几位高杰公司 估算今天购买单程票的乘客 大部分是悠悠卡 持卡人 有人中途下车购票 有人未被击查到 仍然坐到目的站 一团十二人 来自宜兰的阿公阿妈搭捷运 到前镇执行站搭轻轨 询问站上销售一卡通的小姐 进捞卡能 不能搭轻轨 有没有打折 小姐热心的看一下他们的进捞卡 发现是悠悠卡 跟他们说不能再用来付轻轨的费用 要买单程票上车 老人家想不通 为何高雄轻轨不能用进捞卡 相互问 刚打捷运不是可以用吗 老人家看到购票机 不能用纸钞 大家赶忙翻找零钱 忍不住说 怎么这么不方便 高市府捷运局长吴亦龙说 交通部应允下个月底之前出面协调悠游卡 和高捷的争议 相信会有好的解决方式 届时悠游卡 就可以在轻轨上使用 对于购票机不能使用纸钞 吴亦龙说 建制之初是考虑到要使用电子票卡 以配合捷运 公车转程 现在发现 不少人想用百元钞购票 却无法使用 这个问题会并同二阶工程 一并检讨改善 高雄轻轨车站的售票机 不顺利纸钞 常见购票的人站在机器前急着翻找零钱 记者杨卢加摄影 分享 许多持悠游卡的人搭高雄轻轨 因无法刷卡付费 感到很不方便 高市捷运局期盼 悠游卡公司与高雄捷运公司能行早协调出圆满的解决方案 记者杨卢加摄影 分享